21世紀中東難民潮的顛簸之路 讓歐洲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一起深入現場 見證這段需要世間愈合的歷史 歡迎收看經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經典雜誌的總編輯王志宏 在這一集經典雜誌的封面 是一個媽媽看著一張紙 旁邊有兩個幼兒 那好像是再平常也不過的 但是告訴你 這個是在歐洲的一個中東的難民 這一系列照片的拍攝 是一個台籍的攝影師 他住在中歐的小國斯洛伐尼亞 他看到了這些蜂擁兒子的中東的難民 他自己內心的反思 在觀看整個歐洲社會的反應 是一篇難得的記載大事記時候的一個大事件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報導 我們歡迎這一篇的一個攝影師 就是我們的張勇 張勇來到現場 張勇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張勇 福人大學影像傳播系 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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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洛伐尼亞 曾經是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一部分 1991年才獨立 國土面積約為兩萬平方公里 比台灣還小 總人口兩百萬 比台北市人口還少 2011年 敘利亞內戰開打 難民開始湧入臨近國家 隨著戰火蔓延 越來越多難民跨越亞洲進入歐洲大陸 他們路過許多國家 最終目的地是德國和瑞典 難民逃過境 在2015年達到高峰 短短兩週內 超過十萬難民與移民 進入這個只有兩百萬人口的小國 旅居在此的張勇 帶著相機走入巴爾幹路線的 難民隊伍中 在斯洛維尼亞 克羅埃西亞 以及奧地利邊境 記錄下有別於西方觀點的 第一守目擊與觀察 你在斯洛維尼亞住了幾年 第七年 第七年 因為你自己 你的太太是當地人 你有兩個可愛的寶寶在那個地方 那實際上 我們先談到從前年這次的 冬天開始 難民朝開始 那本來你那個地方有點像世外桃園 我總覺得你住的地方就是一個 好像是另外一個桃園民的地方 就突然發現他已經跟著 國際情勢繳在一塊 更重要的是你這個小國 每天開始有一群的濫民 就開始進來了 那可能把這個曾經已經很平靜的社會 突然攪動起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你才開始決定 你趕快要跟上這個來做一個攝影嗎 做一個拍照嗎 是 我覺得 我在歐洲從事攝影工作14年 那拍就是人在不同環境的故事 那時候是怎麼樣 是在2015年的時候 10月中開始 那時候他有所謂的巴爾幹路線 所以就難民從土耳其 希臘 塞爾維亞一路上來 那本來他進到西歐之前 就是所謂的澳地利就是西歐 那是經過匈牙利 那匈牙利那邊他首先宣布說 我要關閉我的邊境 是 或不再接納任何難民過境 是 那他旁邊就是斯洛維尼亞 是 其實是9月的時候 那時候新聞就開始報 就有邊境 有開始有難民在斯洛維尼亞的國境外 靠近克魯埃西亞地方集結 那我覺得是身為一個攝影師 一個說故事人的責任吧 就是說我必須到現場 那時候其實是陪著太太在代產 是 那我看到新聞 我跟我太太講說 我就戴了幾件衣服 就直接趕到現場 是 我沒有想說要去拍攝什麼 可是我必須要在那邊 是 那偏偏你說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斯洛維尼亞它國家又那麼小 對 那你說我從首都這個盧比安娜 對 到邊境 你說先到東南邊的邊境 斯洛維尼亞跟匈牙利的邊境 是 你說開車不過一個半小時 是 那我永遠記得我到現場第一 第一次去 你知道 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沒有看過那樣的歐洲 然後很奇怪 很詭異的氣氛 我先到它高速公路旁邊 那你看到那個帳篷已經搭起來了 然後警車到處都是 然後車吵 對面車沒辦法過來 你說歐盟裡面有這個深耕區 是 那斯洛維尼亞就算是深耕區的邊境 是 就等於是你在過去 克魯尼亞它是歐盟的一份子 是 可是它還不是神耕 是 你從克魯尼亞進到斯洛維尼亞 你會有一個簡單的檢查 或一般其實沒有檢查 是 可是從難民潮發生之後 或那時間開始 那基本上你說歐洲 那個各個國家它為了要自保 對啊 你說那個邊境檢查又出來 你說包含現在的 那些邊境的鐵絲網圍牆都還在 實際上也是在台灣 大家可能很難去想像這樣的畫面 就是說如果是我這麼小的人口 可能就是一個台北市人口 每天突然有個一萬多個難民要經過 這個所有的難民經過的吃喝拉撒 所以全部都是變成在這個國家裡面 所以先看看第一個印象 你就在這樣子的一個會震折住了 原本有再多的一個人道思維 你在這個長時間這樣任命的 豐榮而至的時候 是不是對很多人開始 有一些防禦的心 有一些感覺我們關起來 會產生這樣的負面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大部分的恐懼是來自於無知 就是說我聽到朋友跟我講 難民是怎麼回事 我看到一些媒體講 難民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我說你說你可以去操控那個 你說這所謂的 情緒 無核之重的思維 他們的立場 他們的看法 那是可以操縱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我必須要到現場去的原因 就是說媒體都在報啊 可是後來你報的是什麼 報的是統計的數字 說今天有一萬人等在我們家門口 是 隔天今天又再創高峰 有一萬兩千人 是 可是我 你說你看到數字的時候 我會問自己說 那些人沒有名字嘛 是 再加上說我一個台灣去的人 你說我在那個當地 我也是一個移民 是啊 然後就變成說 你當然說之前在捷克的時候 你當然就申請那個學生簽證 你之前在那邊念攝影嘛 是 你說也是在人家 那個外視警察局門口 睡了一個禮拜啊 是 我自己也是一個移民的角度 就是看當 你知道亞洲有另外一群人 他被迫離開他的家鄉 然後要跑到歐洲的時候 那個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說當初選擇歐洲也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是強調人權 很強調人的價值的地方 我想去看一看 他們到底怎麼樣去料理 你說這一群需要幫助的人 雖然我們說 那個人其實很雜 有真的需要幫助的 是 有經濟移民 有來碰運氣的 是 有來討生活的 或者是單純逃難都有 是 那只是我想去看一看 你說一向強調人的價值的歐洲 是怎麼樣料理這樣的人的苦難 是 所以實際上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像百萬計的難民 怎麼去把它分類 讓真正需要 真正需要大家幫忙的 可是突然放了一大堆 機會主義者在裡面的時候 造成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你剛才也談到 這些群寄來的 這些善後的問題 對當地這樣 都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但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個問題 就是很困難 是 應該說 我進到了很多地方 是連當地的記者 都沒有辦法進去 是 就是我偷偷混進去 或者是我半夜從警察後面 這樣走過 警察其實也知道 是 也沒有什麼志工 是 等一下我問警察說 為什麼沒有人送一些湯 因為十月份 十月其實晚上到零下 晚上到零下了 對 那他就說 我們之前有一個收容營 有一些歐洲的志工就很熱情 你看他是很兩極 你說政府的處理方式 跟民間處理的方式 你知道 就是說 很多志工 比如說大老遠從德國 就開一個箱形車 裡面裝了衣服 然後裝了食物 可是那又會變成 是造成警察一些困擾 是 比如說他就這樣開進去 然後很多人就過來搶 是 那邊是現場 警察沒有辦法維持秩序 那 那 奈米裡面又分不同的族群 你說很多阿富汗年輕的男生 你知道年輕繼承 他也不管哪一個 敘利亞的老太太 或者是怎麼樣 你知道 就是會引起一些爭執 那後來比如說 我現在 比如說現在這張圖片 是在 就是 那個綠色邊境 就是 後面那個山頭過去 就是克魯埃西亞 是 那我現在 當時人是在斯洛維尼亞這邊 警察就把他全部都圍起來 醫工跟志工沒有辦法進去 是 然後後來還好他有開放一些 醫療人員進去 是 因為我在現場夢稱度 你說大部分時間 我沒有在拍照 那他們 很多人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這在哪一個國家 他連他在哪一個國家都不知道 是 然後就媽媽拿一個奶瓶過來 說可不可以幫我裝一些熱水 然後說 我有水我給他 他說沒有熱水 然後就很抱 我也沒有辦法替歐洲人說 對不起 我覺得事情不應該是這樣子 我能夠做的事情 聽說OK 我跟你講 你就再耐心一點 然後 你知道我只會一句阿拉伯話 就叫Inshallah Inshallah Inshallah 你知道 如果阿拉允許 你知道 他們就Inshallah 給他們一點點鼓舞 說 我覺得 你說沒有那個宗教的信仰在 那人 一個什麼那一撐在那邊 一定是 或一個堅強的信念 因為現場 真的你說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有什麼 有穿的盔甲的鎮暴警察 裡面有一個瓦斯館 是 有裝甲車 是 然後那時候 我在寫書裡面的文字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一些 研究 說到底是哪一款的裝甲車 然後後來上了 斯洛維尼亞的國防部的網站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看 我希望講完這一段 還可以回斯洛維尼亞 就是說 它這個叫Valuk Valuk其實是斯拉夫一個英雄 然後他們是用這個裝甲 用那個英雄的名稱 那時候他抵禦了 抵禦了外來那個 遊牧民族進到 斯拉夫的土地 然後他們是用那個公爵 這個Valuk 來命名這個裝甲車 然後你上它那個 斯洛維尼亞國防部的網站 你現在還可以看得到 他們在十年之前 十五年之前 他們派了同樣一款裝甲車 到阿富汗 因為他們是北越的一部分 一份子 然後裝甲車在當地 就是他們說是維安的工作 然後維護當地的秩序 然後他那個官方的網站 國防部的網站 洋洋沙沙寫的是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確保 阿富汗居民的安全 跟當地的繁榮 可是我在現場看到是什麼 這照片前面 左邊的男生 全部是阿富汗人 你說這個世界調不調軌 就是說十多年前 同樣一款裝甲車 在阿富汗維護當地的安全 那在十多年之後 他是在斯洛維尼亞跟 克羅安西亞的邊界 把一群急著要進到 歐盟的阿富汗人 擋在鐵絲網來 斯洛維尼亞 扮演難民轉運戰的角色 難民入境之後 政府當局用巴士 直接把他們送往奧地利邊界 不過奧地利也對入境人數射限 為了避免過多難民滯留境內 斯洛維尼亞不得不跟著管控人數 邊界滯留的難民越來越多 一到冬天急寒交迫 隨著等待時間拉長 氣氛越來越緊張 根據歐盟法規 尋求庇護者有權獲得食物 急救和臨時安置 但許多歐盟國家經濟疲弱 收容難民又造成 內政及社會問題 恐攻事件更讓人心惶惶 因此紛紛築起國界高牆 2016年3月 巴爾幹半島路線已經正式關閉 人道與社會安全 就像天平的兩端 考驗著人性與智慧 我覺得裡面記載了好幾個 重要的對話 比方說談說有些 旭亞家庭媽媽還講說 你們歐洲不是講那個嗎 連動物都有很好的保障 為什麼我們人都沒有人來幫忙 你會不會把那個場景 也跟大家再描述一次 你說在這個場景是什麼 是它其實我們現在的地方 是剛好在斯洛維尼亞 跟奧地利的中間 那有一個名稱叫做 三不管地帶 這個No Man's Land 這邊是以前它的這個 什麼講 查關稅的地方 搭卡車貨車經過要在這邊停 其實都沒有用了 那廢棄很久 因為他們加入歐盟之後 這地方其實你就根本不用檢查 是 那剛好在難民潮過境這段期間 這邊就變成是 難民臨時的集中區 是 就等於是你斯洛維尼亞 從那邊警察把難民送進來 那如果奧地利那邊 他們有開放的話 大家就卡在那邊 你們沒有辦法回去 是 就卡在那邊 那我大部分 跟他們相處的地方是在那邊 是 就聽到很多故事啊 那個家庭是 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們其實一開始是走陸路 就從那個土耳其上去 然後從那邊 他跟希臘有一個地方就交接 他們就在森林裡面睡了幾天 對啊 然後你說渡河 還是有人人蛇極端 有街頭啊還是怎麼樣 那在對面碰到一群 自稱是希臘警察的人 他們船隻 他們語言也不通嘛 對 還好他們錢都有償 然後他們把護照 把他們的護照燒掉 自找燒掉 對 他們這樣一路上受到的待遇 跟他們印象裡面的歐洲 那時候很不一樣 你知道歐洲好像就強調人權 包含動物 就那些保育組織種種 他們也是人 他們也是有爸媽的人 也是有家庭的人 也是有名字的人 他們不只是數字 那你說在這邊的狀況就是 你一等就是六七個小時 有沒有人跟你講說 下一次這個邊境大門打開 會是什麼時候 或要等多久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食物 沒有任何的飲水 看這次的中東的濫民潮的時候 都覺得人類某方面也是滿荒謬的 你也是講說理想歸理想 也是可以碰到現實的問題的時候 再多理想也沒有辦法來 來消你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有一部分的難民 就到了德國了 引起了德國很多的 自己內政上的很多的問題 這是另外一個畫像 但是以你當一個 在這樣子的一個拍攝過程之間 我想對你自己 在歐洲這樣的角色 或一個真正的一個 當地的半居民的狀況 再來看這個事情 你可能對整個歐洲的價值上 你重新做了一個省思了是不是 那我覺得這是現在歐洲的氣氛吧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危機 這是一個轉機 就是說那邊有很多討論是 都包含美國的局勢 都包含接下來法國的選舉 你說這個好像 這個世界好像要開始 往一個很奇怪的方向前進 你說你跟你把一群人 你說這可以分化一群人 可是好像同一時間 可以讓一群理念相敵人 靠在一起 就是我們確定是要 保護這個人的價值 是 你就說一口氣也好 或是一個自由移動的權利也好 就是有兩極化出來 就沒有人會怎麼講 就說你想要大老遠 然後把你說溫馨的家 你說可愛的家拋在後頭 然後你要大老遠 我看到現場看到的是什麼 你說還有很多那些 阿富汗的老先生 我自己奶奶也 你住北投啊 每次回台灣都會去看他 九十三歲 看到跟我奶奶 差不多年紀老先生 住在輪椅上 家族幾個壯丁 然後這樣一路從阿富汗這樣推過來 看到什麼 阿富汗那邊有地雷的問題 這我大哥已經知道 都看到很多是 你說裝了一隻的人 單隻腳的人 戴一個拐杖這樣走過來 我們這樣講說 我們那時候當地有一個 很大的新聞 是他晚上渡河 就是第一次那個 哥羅來西亞政府 他找到一個新的點 他就晚上偷偷把那名 丟到斯洛維尼亞 我們講難聽一點 有點像到鄰居家亂倒垃圾 偷倒垃圾 他就有一個牌子舉在上面 覺得他這樣過河 可是當時沒有人跟他講說 你這樣往前面三百公尺走 有一條橋 過去就是斯洛維尼亞 我看到那個畫面 我決定到現場 實際上談這樣的問題也是 我說我總覺得 他很難去用短暫的語言上 把它描述這樣的苦難 那個過程之間 我們可以描述得清楚的 但是有時候我就覺得 他另外一個角度上可以思考 我們過去在二戰時期之後 國民黨策略來台 台灣這個島嶼 也接了很多的 我們可以用聯合國現在解釋 也叫做難民 境內失所人事來到這個地方 但是幾十年過後 大家一起創造 有很富強的台灣 這個觀念在德國 包括被他們總理來接納 但是中間的過程是很辛苦的 我覺得你中間也是描述到一下 當讓民過去的時候 所有東西亂噴亂噴 原始警察才一間 可能是洛維尼亞 清潔功能更少 這個真的造成很多大家 真的不曉得要怎麼辦 原本的鄰近的村莊 突然變成大家來這邊 幾萬個人砸踏的地方 會破壞很多區域的 短暫的一個景象 我想你當時在現場上 碰到這些你們的鄉民們 村民們這些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那現在是什麼樣的反應 應該這樣講是 斯洛維尼亞是一個天主教國家 是 當地尤其是鄉村裡面的那些農夫 他們也很虔誠 是 某種程度他們是 對這一群人的遭遇感到同情 是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們也知道 他們不願意待在斯洛維尼亞 是 他們要繼續往前走 是 那我覺得現在那個社會的氣氛 是只要你還是提到這個 還是大家那個怎麼講 瑜伽尤存 是 真的太多人了 是 那 包括我自己你說在歐洲這十四年 你說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歐洲 你說 視覺上的髒亂 當然你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說 大家急著趕往下一站 你不會說 你要趕快趕路 然後先把床鋪好 沒有辦法這樣要求他們 那只是說夢程度 你說現在當然後來下雪了嘛 就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下雪 很多他們丟的垃圾被蓋起來 如果對我來講 我在現場觀察是什麼 我說那真的很亂 這河邊你說鞋子 然後聯合國那個難民署的毛毯 那個保暖西國 小朋友的背包都有 就是說有一些那個物件 還是留在當地 雖然他們努力把它清乾淨 然後夢程度 我覺得那是在歐洲的土地上 留了一個印記 就是說我們覺得 比如說我這個故事 你從第一張照片 是2015年九月拍 然後就書的這個文字的完成 是最近的事 中間隔了兩年 兩年多一點 可是才是短短兩年 你從一開始 就像孟大哥你講 你說我們還記得那個畫面 是德國民眾在車站裡面說 歡迎讓你來 我們都接收 歡迎你們來 然後那個資訊就 哇 廣泛的傳開 更多人來 然後中間發生了一些恐怖攻擊 你說巴黎的事情 你說之前在埃及 那個俄國的客機 墜機 種種 那譬如說那個氛圍的轉變 或者是人心的轉變 就是說我覺得大家在這個難關當下 我覺得是考驗人性 或者是我們對於人的價值的 理解的一個觀看 那我覺得重要的是什麼 是我們現在在料理這個議題的時候 的態度 或者是我們或多或少的付出 或者是關心 我覺得會是我們後代子孫 記得我們的方式 實際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去讀的一個印記了 就是說這個是現階段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過去在人類地上 也不停地在發生 那怎麼樣地讓它這個事情 能在原創點讓它消滅到最低 也許可能才是一個我們必須努力地 來找尋一個很好的方法 來消滅這樣子 不同文化之間 不同種族之間的一個仇恨 或者殺戮 我想這個是一個 也許某方面是一個天方樂壇 但是我想現階段的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應該是你我都必須去了解 因為在過程之間是有很多的血淚 有很多的一個創傷很多的東西 那我們曉得這個教訓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希望不要再不停地再被複製下去 也是我們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謝謝張庸這個長時間 來對這個事情的關注 等待 再對這些難民來講 是一個不平靜的一個心境 對我們這個社會來講 對我們這個世界來講也是 也盡了一個報導者的責任 我想也是我們來 大家來必須了解 當代這個特別的一個突發事情 再三謝謝我們張庸 歡迎大家今天去收藏我們的經典 來 開啟 經典雜誌 五月號封面故事 一個奇異的神秘國度 一位影響全世界的心靈導師 一段跨越2500年的聖跡之旅 走訪佛陀一生的足跡 看見印度佛教的心衰起落 我們這些內容 一個面佛的雜誌 我們會看見 我們在下一個月號封面的 我們去吃個月號 而且我們來看見 我們可以吃個月號封面的 我們就看見 剛才我們吃幾星號封面的 그래서我們就是 我們吃個月號封面的 我們來吃個月號封面的